近期 蔡英文当局正因台湾商人在公海偷运石油给朝鲜被抓包而烦恼 而今天最新的报道可能会让蔡英文更加犯愁 台湾东增新闻云4日援引路透社一篇独家报道称 联合国安理会收到的一份机密报告点名台湾 称中国台湾省是朝鲜海上船队船运送石油的主要来源 这份报告由多名联合国下属独立调查员完成 与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报告主题是指责朝鲜通过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进出口活动获益2亿美元 而台湾媒体关注的是其中这句内容 联合国机构也会调查通过船队船运送石油的方式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的个案 目前发现类似石油运输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台湾省 台湾媒体解读说 此举等于特别点名台湾是朝鲜海上运送石油的主要来源 根据此前报道 台湾日前发生商人陈世县乘租的香港及货轮方向永加好 以赐运送石油到朝鲜违反联合国禁令 陈世县被高雄地检署传唤 之后台北地检署又再次查获 燃煤进出口业者江恒涉嫌在2017年8月 9月协助朝鲜攒纵无烟煤往返越南转卖 而在本月1日 又传出一名装性贸易商去年底以相似手法 从台湾印7000吨复公海与朝鲜船只交易 全程也被美国无人机空拍下来 高雄检条在侦办方向永加号期间获得情资 低调搜索 该贸易商虽喊冤不知情 讯后命200万元新台币交保 进出境出海 在31日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在被问起相关情况时曾表示 这不是国台办的执掌 所以无法介绍相关情况 但要纠正一下 所谓台商 他是台湾的商人 不是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工商业者 避免引起大家的误会 我也关注到 近一段时间以来 台湾当局在相关问题上不断地向美国表忠心 献爱心 但是如果这样的报道属实话话 我不知道美国人做何敢想 啊 你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